大家好 说一下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的感受吧 昨天中午因为吃了一点面 所以我本来以为可能下午饿的时候会低血糖 但是事实上下午没有发生低血糖 念头吧 下午没有发生低血糖 然后晚上也没有发生低血糖 晚上喝了一碗稀饭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和昨天早上起来差不多吧 没有之前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 而且晚上睡眠质量也可以 一觉睡到小叶子醒 然后她把我整醒了 今天早上吃了两个鸡蛋 吃了半个馒头 吃点菜 然后等一会儿要做个鱼 在四小时内吧 四小时再吃个鱼 然后下午 下午再做感受吧 说一下今天中午到下午的感受吧 嗯 我就已经没有什么感受了 非常轻松 可能后面我就不再每一个视频去做这种 艰辛性断食的感受的视频了 因为我觉得已经非常轻松了 一星期以后吧 一星期以后打算再 在选择一个进阶的方式 到时候再看吧 就会再来休息一下 再来休息一下 再来阶段